那昨晚俄互局勢有一個變化 油價也升了 有朋友問中海油沒有貨的 可不可以撐呢? 先看看吧 中海油就是昨晚的油價也重新上來 俄互局勢大家都在關注 你說接下來怎樣去演變 其實就很難猜 如果你說這幾個星期打得很燦爛 很慘烈的時候 那油價有機會再飆多就不出奇 但是也不能夠排除 就說會不會打完這幾個星期 真的去到五月份 雙方都會是停下來 又要冷靜一點 又要再考慮簽一些停戰協議 另外也要留意著 就說可能譬如現在美國方面 面對著加息 面對著高通脹的威脅 對經濟的影響其實都幾負面的 如果你說去到一個中線一點 大家開始擔心一個叫經濟急速放緩 甚至乎是衰退的威脅 那對油價來說也不是好事 那所以你說買得這隻中海油 就可能都當是一些短線的操作為主 那你說這一陣 炒上去譬如12元的 那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那但是會不會說 零零射射可以升到很多給你呢 那我的看法就未必得住 那我記得了 那我記得啊 那你會不會說 好了 你不是走動嗎 那你會不會說 那我回到你 campaign 那你只是說